经营业最根本的问题 理解为是一个失产的问题 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避免 政府对市场的伤害 那就有好多法师 高比现在提出的赋免清单 政府没有明确规定 你做的时候你是不能 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不是 失产经济没有政府是不行的 产权需要政府保护吧 人类的自由本身是需要政府 只有我们参加了政府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张维莹已经很久都不对 短期经济趋势和当下的经济现象 发表观点了 互联网金融也不算 他的专业研究方向 这一次他之所以欣然 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是因为在他看来 围绕互联网金融的创新 与监管产生的一系列争论 背后只指一个核心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 政府的权力究竟应该 如何发挥作用 而这一点也是他30年来 一贯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监管层 对于支付宝等各种 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监管 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关注呢 互联网金融它本身是一个新现象 金融是个老现象 互联网金融是个新现象 那这种新现象呢 我们应该给这个企业家 足够的创新的空间 那么也许呢 有一些现在所谓的创新 未来它是经不起世界考验 那它就可能被淘汰 那么但是呢 因为我们私心没有办法知道说 哪一些是好的 哪一些是不好的 那我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说对它不要干预太多 让它有一个自然的伸展的过程 如果说不加以监管的话 在创新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试错的代价 那这个代价由谁来承担 这个成本怎么样去衡量 一百多年前 那么当这个飞机发明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监管这个航空产业 我们可以认识 如果那个时候就借了很严格的 航空业的这个监管标准的话 那飞机是不会被制造出来的 我们人类现在没有办法飞在天上的 那么只有随着这个产业 技术进步产业的发展 那我们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才有可能述步地给它一定的规制 我们最需要防止的就是用人为的那样一种力量 也就是用政府的力量来去说 这个事你可以做 那个事你不可以做 我相信如果用这样做方式的话 那人类不会有创新 但金融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相比较其他行业而言 更加需要监管的行业呢 也不能完全那么简 那我想最重要的特殊性 就是经济学家讲的这个信息不对称 但是信息不对称 其实我们忘了一点 事实上本身可以窜透着好多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 那这种方式来就是好比生育 一个企业 它要持续地存在下去 那企业家 他要持续地发展到企业的话 他必须建立一个很好的生育 那好比我们可以讲 马荣也好 马焕童也好 就是说他们在这样一些创新的时候 他必须有一个很长远的考虑 所以他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他会非常的谨慎的 当然我不是说他不会犯错误 那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需要监管者 那监管者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 因为对监管者来讲 他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让新东西出现 好比说 我只要不允许任何飞行器飞上天 那就再不会有航空事故 那政府或者话而言之监管者 你觉得他应该做的是什么 他应该怎么样做 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下 像这个行业 它更多的应该是观察 观察 观察 尤其是因为中国的金融 本来就是监管过度 甚至可以说 互联网现在有一些金融产品 就是你监管过度而导致的 好比我们看阿里巴巴的支付宝 为什么支付宝会成为那么大的一个生意呢 就是由我们中国的银行业监管太多 支付太困难 所以出现了支付宝 保网就是用他的方式来解决买卖双方之间 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导致的一些欺诈等等的行为 支付宝本身要靠他的生育来保证这一点 所以改变的力量一定是新的力量 你看每一个 好比运输业 你要原来的那些 好比说用核上的那些 靠船的运输来的人去串办铁路 它是不可能的 你要用这个 用作铁路的人去串办汽车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改变一个产业它一定是一种新的力量 互联网产业的企业家 创新都看着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所以这也就是说监管政策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怎么防止那些既的利益 也就是现有的主导市场的这些企业 这些经营经构 他们阻碍新的产品 新的经营产品的出现 这也是我想问您的问题 因为监管它不光关乎理念 还关乎背后利益的博弈 那现在既有的整个金融体系 银行业的利益如此强大的背景之下 有没有可能它在某种程度上裹挟监管呢 这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就是假如 好比是现在西方 像美国共有这种市场 就是说它相对本身 每个人有创新的权利的 那这个老的这种既的利益 它阻碍就变得非常的难 你还不是说用盒 它是非常想阻止铁路的出现 但是如果我去创造铁路 修铁路是我的权利的话 那你就很难去阻止了 那么在中国的情况下 事实上就是由我们的好多法律政策 管制了使得好多人 本来应有的缺累 他不能去行使的 这就阻碍了我们这个创新 那另一方面呢 现在这些政府的监管部门 它必须有新的理念 新的理念 如果能够战胜这些既的利益人的话 那么这个创新才 我觉得更快 更有可能 而他们这种 如果相反 监管部门被卸有的既的利益人 本身给俘虏了 给他们绑架了 那这个创新就变得非常难 那我们就怀过头了一下 没有互联网经营的时候 为什么90年代中国 请有那么多的坏战 现在中国政府 地方政府 进了那么多的这个债务 好多地方政府 就没有办法支付它的利息了 这不是互联网带来的 所以我就说说 我们不用了说 只是在盯着这个互联网 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们看看我们整个 经营的体制的问题 金融业它最根本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经营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政府管制太多 监管过多 使得这些市场的机构本身 不发挥作用 或者我打一个比方 就是市场它有 它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也是一只隐心的眼睛 就是它是有记忆的 你做了好事它记下来 你做了坏事它也记下来 而政府了 类似于一只乱摸的手 对吧 那么这个 它这个乱摸的时候 最后不市场的眼睛 给挡住了 对吧 那么这样市场 表现说 你看市场出问题了 其实本身是政府出问题了 包括美国的 爆发的这个次贷危机 导致的全球经营危机 它本身是政府 这只手出问题了 但是一般人呢 因为它理解为 是一个市场的问题 创新本来就是 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我们只能让人们去试 让人们总守 基本的产权 和自由规则情况下去试 我们如果说 我们思绪就知道 哪个创新好 哪个创新不好 这就不可能有创新 关于创新与监管 张维迎不止一次 举过这样的例子 一百多年前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时候 如果政府就出台一套 航空监管规则 那么我们人类 可能就没有办法 飞上天了 所以她的建议是 任何事情的发展 要相信市场本身 这种机制 政府不能做太多的干涉 对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 也是一样 现在过早的 去制定这些监管的规则 并不是聪明的做法 创新和防范风险 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比如说回到您刚才 举的那个飞机的例子 如果说最早发明飞机 然后把飞机变成一个 主要交通工具 在最早的那个过程当中 第一批愿意乘坐 还不成熟的这个飞机 上天的时候 那如果它发生事故 那被牺牲掉的那些人 他们的利益谁来保证 或者咱们反过来 举这个例子说 假如说马云的支付宝 阿里巴巴出现问题的话 如果说这个企业倒掉了 这个理财产品垮掉了 那这些投资者 他的这个利益 能不能得到保证 这个就是你要想做 我们要相信 人本身他有自由意志 自由选择的权利 那在这个地上 如果有分析出问题 他要承担一件责任的 假如飞机那个时候 如果你强迫人家坐飞机 所以我要试一飞机 我要抓几个人 一定要坐上去 那你就侵害了人家的权利 但是如果有人自愿的 说我愿意冒这个血 坐这个飞机 那飞机也可能掉下来了 是吧 那么这就是他自己的责任 当然了 私下他可以买一个保险 如果是掉下来 人死了 他可以给家人 留一笔钱 是吧 现在互联网经营 这是你股票市场 你买股票没分析吗 有分析 那有分析 你就是存在这个分析 赚了钱你的 亏了也是你的 那互联网经营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有 我觉得我们媒体也好 政府监管部门 就是你有责任提醒 这种产品存在的分析 当然你不能任意地夸大了 妖魔化它 但是你要给大家选择自由 所有使用互联网经营工具的 这些客户 那你应该明白 你是有风险的 那我们国家的问题 或者不仅我们国家 现在好多西方国家 有这个问题 就是由于政府 这个经营管制太多 所以一出问题 它就是你政府的承担责任 你看现在我们好多 本来是正常的这个 信职基金融资 你现在获得高的收益 比赢还高 那你现在亏了 亏了你就应该自己认倒霉 那我们不是 我们可能政府出面 来弥补这个亏总 这个导致一下 我们甚至股票市场 股民亏了 他也去找政府 也去证据会闹 那为什么 因为背后说 这公司算是你批种的 这股票能不能发现 都是你批种的 那你当然得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其实就是说 由于我们监管本身 一大部分本来是一个人的责任 分散化处理的问题了 变成政府的责任 变成了政府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最糟糕的一点 我也想到了市场当中 另外一个也出现之后 被广泛讨论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买房的人 这个房价涨的时候 他获利了 他会觉得这是我的投资眼光好 但如果他到一个开发商那买了一套房子 过了几个月 这个房价跌了 会出现打杂搜罗处这样的情况呢 你觉得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在中国这情况下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多 个人的选择权利 受到好多的限制 或者被扭曲 这样的话 每个人都不愿承担责任 你两万一平平买的 占到四万了 开发商不能找你说 你再给我补钱 同样了 你买的房子两万块 就掉到一万了 那也是你的责任 所以我们市场的基本元 就是说在交易的时候 我们没有欺骗 没有欺诈 那么分析就是自己的 交易的时候 没有欺骗 没有欺诈 分析就应该是自己的 但是像我刚才讲的 因为政府的一系列监管了 但政府会不会觉得 消费者你没有风险识别的能力 那谁有分析什么能力 政府有 私事证明不是那样 政府既然你有认为 有分析什么能力 那你就承担责任 但是政府又是谁 政府有能力承担责任吗 这个好多贵有其 原来几万亿的坏诈 最后哪一个决策 就承担责任了 没有 还是要用印票的方式 或者财政的办法 而财政的办法 印票的方法 真正赢下谁的利益 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所以政府本身 它没有能力 承担任何责任 它是一个虚幻的 因为政府决策的人了 他也是个人 对吧 那么你怎么能想说 做的政府的那人 就比在企业内的人 做的聪明 他更有 比消费者更聪明 如果那样 我们干嘛用私产经济 计划经济认为就算 只有中央区域政府 计划机关 他知道什么应该生产 如何生产 应该定多少价格 那我们现在认为这是不行的 所有的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东西 其实最后都很无知 我们计划经济做的时候 我们说批判 私下经济造成巨大的浪费 经济危机等等等等 结果最后发现 计划经济比私下经济的浪费 何止十倍二十倍呢 那同样了 我就说 企业 个人 我们真的可能犯错误 但是呢 交给他们责任 有错误 他就会就是得调整 这个错误就不能 不会变成巨大的灾难 我认为 如果没有政府在这干预的话 人类分散犯的错误 都不会量成巨大的灾难 2008年底 金融危机爆发一时 张维莹为重印的 《美国大萧条》一书写叙实 就旗帜鲜明地指出 上世纪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并不是因为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所致 而是因为胡佛政府 过多的干预经济使然 2009年初 在《雅伯利论坛》上 他更是发表了主题为 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 反对政府一系列的救世计划 和过多的干预经济 2010年 他又发表了主题为 好的政策 坏的政策的主题演讲 指出政府一系列的产业规划 振兴政策 刺激方案 虽然都是出于好心 但是往往好心会办坏事 所有的这些判断 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那就是 如何防止政府成为破坏市场的力量 刚才在我们的谈话当中 您反复提到了市场 提到了政府 谈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也是不是 您即将出版的新书当中 要详细给我们阐述的内容 是 其实我这本书叫 市场与政府 它其实是横跨我30年的一些文章 最早到1985年的 最晚到今年的 那么它一个核心思想就是 市场经济是离不开政府的 但是政府又特容易变成市场的破坏力量 所以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就是怎么防止政府变成市场的破坏力量 大部分当您谈到政府的时候 评价都是偏负面的 要么无知 那归根结底来讲 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不是 我刚才一久了 市场经济没有政府是不行的 为啥呢 产权需要政府保护吧 合同需要政府的法律 需要法院 借对法院来就行吧 自由 人类的自由本身是需要政府 所以我们参与了政府 所以人类面积的最大的威胁 不是说过分的市场化 而是说过度的政府干预 尽管理论上讲 你说过分的市场化和过分的政府 都是不对的 但是那个过分的市场化 从来不是那个现实的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 有个所谓过分的市场化 但是我们看到的 无论中外 古代今天 都有过分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而且政府呢 他也出得起钱 养活好多拉拉队 就是他每出一个政策 都会有一些拉拉队 有好多一些研究 一些报告说这个有道理 那个有道理 所以专家的意见 你也不能完全听 有些专家 他就靠这个东西去吃饭的 他并不中立 我再强述就是说 在要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我们必须不 市场当中的人和政府的人 都还原为同一类人 这就是有血有肉 有思想 有偏见 有七姑八一 是吧 有情绪 也追求自己的利益 这样一些人 但他最本必要求 市场当中呢 一般情况 你犯的错误 你对的选择 犯的错误 他对自己的选择不负责 也不一定完全不负责 没有办法你让他负责 你能告诉我说 这个监管 出了那么多的问题 哪个监管 就对他负责过 也有引咎辞职的情况发生 那是很少的 即使引咎辞职 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造成的损失 和它这个辞职 太不对称了 我们知道 格林斯班 给我们金融体 全球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那他当然可以写出 还赚好多钱 所以就是政府 你是本身没有办法 承担责任 市场情况下 没人给你买单 那你就肯定死定了 但是政府 他搞出任何一东西 都有人买单 因为他可以强制 他就征税 所以这两个本身 完全不一样 所以同样的人 他在政府工作的时候 和市场工作就不一样 我们一般讲说 政府不以营赖为目标 这是一件好事 也是一件坏事 是一件好事 就是说 他考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不仅局限于经济利益 不仅局限于短期能不能赚钱 坏事是什么 坏事就是他的行为 是没有标准的 只要我没有为自己谋私利 你就抓不到我的把柄 政府管理是 多一次不少一次 不求有功 但求无果 所以你能追究政府责任的 只能就是出的这些事故 所以他并比事故最好的办法 就阻碍创新 但是人类要进步 就是我们 我们总是需要冒一定的险 我们也需要创新的 个人的选择 市场 当然是一个权衡 马云也好 马焕层也好 这个百度也好 所有的 他都要是权衡的 他也可能成功 也可能失败 那你让政府官员冒这个风险 他肯定不会冒 这也就是说 从母组一下 现在就是 政府官员 好比说 他有私家的好多的 这种管制 实际上是怎么想办法 逃避自己的责任 回到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那究竟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伤害 那就有好多法制 要立法 那么有些 好比现在提出的一些 我觉得很简单 叫负面清单 就是政府没有明确 规定你做的事 你是不能做的 而个人了 只要没有禁止的事 他就是可以做的 不能拿着这个剩余权利 说这是你们可以做的 剩下的都是我可以做的 而一个倒过了 剩余的权利 属于老百姓 属于市场 政府的权利是什么 类似合同的权利 也就是说 法律上规定的权利 但是我们国家 过去不是这样 我们国家是 完全倒过来的 包括连生孩子 这么基础的事情 都还是说 有没有权利 当然你讲这个问题 就更宽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人 作为个人 作为自由的人 作为理性的人 他有些什么权利 是被人不能剥夺走 对吧 那么在我们这个体制下 计划体制下 我们知道 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 是已经被剥夺掉走 然后个人要 获得这种权利 他就要想办法去 贿赂官员 用寻租的方式来 获得这种权利 那么由此又带来 好多社会的不公平 为什么 胆大的人敢做 有关系的人敢做 胆小的人 没关系就做不了 结果社会了 财富的分配了 就最后不是变成一个 你的才能 你的勤奋 而是了变成另外一些东西 一些非经济的因素 所以有些人赚钱了 不是是他给社会 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而是了 他有更好的关系 社会不公平 那么大家都看到 这个不公平 感觉到这个不公平 人们的道德就会堕落 我们今天中国社会 面临了这种道德空间 相当一部分 与政府管制有关的 我希望大家 都不认识道德 我们过去认为 正当的东西 其实是不正当的 我们没有认识到 我们真正利益 是什么地方 我们的真正利益 每个人的真正利益 就是公平自由的进度 如果我们活着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什么都 想依赖于政府的帮助 最后呢 我用原来一个比喻 就是等于你雇了一只狼 给你照看你的羊 对吧 张银24岁 就进入提改委工作 从那以后 从价格双轨制 到财税制度改革 很多重大变革的背后 都有他的身影 不过这两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 身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张维颖 和政府 却渐行渐远了 事情的转折点 也许是2010年的年底 他卸任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 从那以后 他慢慢地从一个 跟企业家打成一片 回忆在各个社交场合 对光华的发展 淡金结尾的商学院院长 变成了一个 最新于书斋的学者 这一转变 当初也许并不是他主动为之 可几年下来 却让他觉得 如获新生 他说 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也终于想明白 自己想过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 那是一种 沉思与顿悟的生活 刚才您说到 我现在能做的 唯一的事情 是通过理念的梳理 让人们知道 什么是对他们 真正好的事情 这好像也是我们这两年 对您的一个观察 觉得这两年 张老师 越来越回归书斋了 是吗 您也可以这么讲 因为过去 还有些其他的干扰 其他的一些工作承担 相当于我现在 我现在更单一 所以我脑子里更清楚 其实我觉得 人类的好多痛苦 就是你要 当你要好多事情 做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痛苦 当你的目标单一 你就本身 就会增加一些快乐 包括我们今天交朋友 那跟三十年前 都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交朋友 可能只是一个爱好 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朋友了 那时候就可能 要顾及到好多关系 像红莺家庭都是这样 你看原来的一个家庭 红莺关系 它也称在好多个角色 对吧 那跟现在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大家现在就 个人感情变成最重要的 这些目标上都是自由 都是事实上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那从以前一个 非常活跃的商学院的院长 到这两年回归书斋 是一个您主动的选择吗 背后有什么思想上的变化呢 其实很难的 你要知道 但你做一个商学院的 我相信现在我都想起都后怕 都疼不疼 为啥 就是你实际上有太多的 你不可控的因素 好比我们政府 你要实际一门 一个新的项目 你要给老师 或者支付一些讲课费 都会受到一些干预 学生的学费等等的 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管制 可以说无处不在 然后呢 你怎么去应对这些事 其实蛮烦人的 尽管你有一个目标 说我为了这大的目标 我愿意忍受这些痛苦 但是一想 这有时候就不值得 坐在苏仔里 最简直 你真的思想比较单纯 一个人呢 你没有那么多 太多的欲望的话 其实你本身就获得了一种 很轻松的感觉 是吧 然后呢 你在这个事 你可以走得慢点 可以走得快点 但是你觉得你都在进步 听上去感觉 进入了自由王国 一样的一种境界 也可以那么讲 但我总的就是说 这个其实我用这个 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讲 亚里斯多德就是说 我们人有三种生活 第一种叫享受的生活 吃喝玩乐 餐好得住好得 第二种叫政治的生活 有权力 有荣誉 受人的这种吹捧 第三种叫沉思的生活 他认为沉思的生活 是人类最应该追求的 我们那个 最大的挑战 就是控制我们的欲望 那么我们一般人 其实我们真的好多 就是短期这种诱惑太大 只有理性 只有我们深刻的思考 我们才能够 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 什么是欲望 我应该满足 什么欲望了 我不应该满足 确实外界对您的观察和评价 是会觉得张老师没有以前那么的活跃了 好像发出的声音也比以前小了 露脸的次数也比以前少了 您觉得这是对您的一个误解吗 背后有什么您真正想表达想说的话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无所谓 如果一个人你老在按照别人对你的这种评价 去调整自己的话 就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们社会中各种人都有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在了解自己 当然如果你在一个工作岗位不一样的话 那你会你的情况肯定不一样 比如说你在当一个山区的院长 那你实际上就是类似一个企业的CEO 你不能陈迹坐在办公室里面 对吧 你要去了解客户 了解供应商 对吧 还有参加各种会议 对吧 那就是这个工作本身就非常需要的 我不相信一个坐在书宅里的人 他会成为一个好的大学的领导 一个学院的领导 但是做询问你不需要 有些询问你也要做一个调查 但有一些询问其实 他就是对人性的思考 所以原来那个角色和现在这个角色 完全不一样 你怎么衡量 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对吧 我当然更喜欢现在这个角色 对吧 而且这个角色自己更于控制 就是说自己更于控制自己 对吧 就是你在做什么 你自己清楚 原来的好多世界 你那块身不由己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块死人也变得心态比较平和一些 对吧 当我们在一个很喧闹的世界 做那些喧闹的事情的时候 确实人的心就很难平静 对吧 你每天都会遇到你不顺心的事啊什么这么的对吧 你可能 就这样都是很多 是吧 但是那城市的生活就是它是自足的 它不需要别人去评价的 它只要自己评价就行 但是我不是说我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对吧 因为我们人生在这个社会当中 就是我们的七情六欲 我们喜欢听到别人说我们好话 我们又喜欢钱多 我们又喜欢有各种朋友 然后这是自然的 所以人类又还是坏的 就是人类 你很伟大 你就变成你能控制自己 那会不会有一些人会替你感到惋惜 觉得哎呀张老师如果他有更大的平台 他其实可以做更大的事 而不是像现在在书桌里面 就是更加从事理论性的工作 或者写几本书 什么叫更大的事 就你怎么定义 这个东西不通的人就不一样的 对吧 你说你让我去做企业 那绝对是一个灾难 对吧 我心思不坏话在那上的 所以对我来 对别人的是大事 大事业 对我来讲的就是小事业 我认为我现在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最大的事业 其实每个人 我想你也是这样 就是你一定要认为 你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你最大的事业 是你最擅长做的事情 是最能发挥你诸越才能的事情 如果不是这样 那就改行 所以如果现在我让您用一句话 来描述一下 您对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追求 人生使命的定义是什么 您会这么说 用一句话总结 我就是改变社会的理念 当然我不可能改变所有的理念 但是在我所做的理念 我希望我的研究 我提出的思想 能够对人们思考这个社会 有所帮助 我们说到经济学的时候 都会有个判断 它是一个精识致用的学科 它是一个要对现实社会发生作用 产生指导的一个学科 所以会不会有人会跟你讨论说 如果你的姿态能够更入室一些 而不是像现在更多的是在书斋里面研究理论 研究理念对别人的影响 如果你能够在整个的决策制定上 能够在整个系统的运作上更接近决策者 给他们提供更加有效的建议 整个对社会事件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的话 会不会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我不那么认为 我刚才讲了 我之所以不能 就是我认为 我现在做的事对社会的价值更大 因为一个社会的变革 好比从理念开始 理念是少数人提出来的 然后最后经过媒体 公共知识分子 老师等等 不断地选择在传播扩散 变成好多人的理念 这次好比一些执政者 或者是政策制定者 也就了解这些理念 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政策 但是你这几个角色有时候是冲突的 如果你要提出一种思想 这种思想总是要在现实当中 去有高度的可行性的话 它就不会有创新 或者它就不会有新的思想 所以思想的东西 它一定跟世界之间是不一样的 它走得更远 当然它又看得更远 它不是极端 一个理念 一个新的理论 其实它一定不能只看眼线的问题 或者无论是 它就是证明因为它不可行 现在不可行 所以它才有价值 而现在这些不可行 是因为大家认为它不可行 它就不可行 某一天大家认为它可行了 它就可行了 创造新的理念的人 它和实际操作的人一定是要不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的 你脑子里老想就说 现实当中的操作问题 我不认为它会创造出任何新的思想 新的理论 你的意思可能好比说 你要具体研究某一个政策 然后给政府支持主义 我说那不是我的优势 对吧 如果我要做那个 那我的思想就不自由 因为你要 哪怕你要提出一个观点 你要想说 当我给某某某人说的时候 他听得进去吗 我就听不进去 我就想办法 用这么听进去 当你这么不断地去修改自己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没有了独立思想 你的心理已经不自由了 思想的创造 理念的创造 一定是有心灵的自由 我们人类 包括我自己 始终要警告自己的时候 不要什么事看得太近 不要只看眼前的那些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 所有的人都在看眼前的问题 这国家是没希望的 总的有人看得远一点 另外一般人 你有会受到这样一些影响 别人会教导你看一点 看远一点 或者你可能看一本书 看书之后 或看书之前 你的想法就会很不一样 我希望这也是我们这场访谈最大的价值 刚才您说到您出的政府与市场 理念的力量都是横跨了 这30年思想的收获 我们希望如果在10年后 或者20年后 如果有人看到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 觉得您当年的那个思想 对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这个社会的进步 产生了作用的话 这就是我们今天 最大的价值和收获 我也希望如此 谢谢张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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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 感谢观看